其實在健身房會是一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因為你在健身房拍出來 那感覺就更不一樣 因為很多男生就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會運動的女生 然後會話題跟你聊 然後會跟你一起去 對 真的 那你有交到男朋友嗎 我沒有交到男朋友 但是確實因為 但是確實是因為運動 找到很多跟男生有共同的話題 對 而且後來我是因為在運動裡面找到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獨處的方式 因為去跑步機一開始 當然沒有辦法說跑得很快 先快走快走 我就發現其實在快走裡面就流汗了 然後流汗的感覺原來是這麼爽 跟我們本來排斥 就是覺得說年年的很不舒服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然後在上面的時候 你聽音樂的時候 原來就是在跟自己相處 然後好開心 然後後來慢慢的 你因為你有興趣了 你就會開始去操作其他的機器 然後開始操作後你會上癮 上癮之後你就會研究很多重訓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可以去找 你就掃描 因為有一些 我地雷教練就長得比較不好看的 我自己講的 然後我就會自己掃描 地雷 然後我就會找過去 就是找寶物 然後寶物就比較帥的教練 我就跟他不好 教練 請問一下 我今天就是想要練手臂 可以坐哪一台機器 都可以坐 沒有 都可以坐 你要說哪一台 坐我 不是 坐你 沒有 你就說哪一台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說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操作 然後他基本上就會教你 然後或者是跟男生的朋友 約去運動 說我們一起練 他就說好 然後像在練硬舉或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扶你 然後就是一個很好 你就更愛這個東西